如果要统计什么统计那个 他的比数啊所谓的比数就是这边 一个两个三个一直把他往下算 但如果你不是这样算哦你可以用所谓的那个 插入函数里面我刚提过用那个统计里面的countif 那这个countif里面的话就可以帮我算什么 他一样你会发现sumif跟countif最大的差别是 一样是range 只是少了一个那个sumrange 因为他只是算4就加1 4就加1OK 那range的话指的是什么 你要找的那个范围那所以通讯产品里面切过来你会发现跨工作表 这个范围里面 帮我算一下条件是大哥大的 这个时候7个就回来了 那因为等下要向下填满了所以这个把它锁起来按F4 F4两下好了锁列就可以了按确定 那我们就可以向下填满 比数就算出来 这里面 通讯产品里面比数有 7比是那个大哥大的手机 那加总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就是把什么呢 把这些 这些不是算比数是加总 所以如果是加总的话呢我们可以利用刚刚用过的 就是最近使用过的三米服 那条件的话 调范围的话是这个范围 如果是什么呢 一样是这个产品名称 OK 然后呢 Criteria是 产品名称 帮我找一下这个范围里面呢 是不是 这个大哥大手机的 如果是的话呢 就帮我把什么 把前面这边的什么呢 台数 帮我加起来 OK那加完之后的话 就得到一个答案一样 这边记得就是 向下填满的话 那一样这边要F4 把它锁起来 因为等下向下填满嘛 可以按F4 我喜欢按两下 那台数就帮我加好了 向下填满 那销售额的话呢 其实跟刚刚一样啦 所以三米服 然后 差别只是说呢 我们要加的 范围在这里 加的范围变销售额 条件的话是这一个 Sumrange的话呢 是这一个 销售额 可以把销售额加起来 那一样这边 F4 两下 F4两下 可以按个确定 向下填满 这样就OK了 那当然 如果那个 产品做完之后 你可以把产品 复制一个 这边把它改成那个区域好了 所以区域部分的话 大概大同小异了 所以区域 区域的话呢指的就是 我们产品 另外这边有区域嘛 所以你把区域 这个 这一栏的资料呢 帮我把它贴过来 其他的话这个范围把它Delete掉 再来的话框线 可能要重划一下 因为他变成有 试列 所以这边的话 一样把这边再 选一下 改一下 其他笔数的话啦 我想跟前面都一样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第1个啦 假设我不用枢纽分析表的话 那我可以用 conif 跟samif 帮我做 刚刚的统计 但是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希望 刚刚这函数我都熟了 可是我希望能够做复杂一点的应用 那我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利用什么 利用那个 插入这边的枢纽分析表 那如果说我今天的需求是 能够做出 类似我们底下这个画面看到的 建立书能分析表 那我希望 让他长得就像这样 就是说呢 能够帮我怎么样 这个指的是列 这边是列 这边是蓝 中间的话呢 是你要加总的资料 OK 那他会自动帮我产生总记 这边有个总记 这边有个总记 其实如果你要做到像这样的效果的话 怎么做 首先的话 第一个 最后再把样式加上就可以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我今天呢 假如要配合枢纽分析表 第一个 游标记得放在这个总表里面 按下枢纽分析表 他会自动侦测这个范围 所以你会发现 他的范围会出现什么 通讯产品 他的 工作版名称 范围的话就A1到G20 所以A1从这边 一直帮你到G20 OK没有错的话按确定 当然未来你也可以选择是 那像SS资料库 或者其他的外部资料库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如果要做出像刚刚的那样子的效果 特别出于你会发现 右边这边就是你要选的蓝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列这边放的是 大哥大手机就是产品名称 那我可以怎么样呢 把产品名称 拖拉到列 放开 出来了 那这边的话是区域 所以把区域 拖拉到蓝 出现了 然后 帮我统计什么呢 统计的是 他的那个台数 所以台数把它拉到这边来放开 那你会发现就已经统计出来了 OK 那再来的话呢 年度 比如说我这边 各位看到 这边还有个什么 101年102年 那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101年102年 再帮我怎么样 把它加到 100年度部分 把它放到哪里呢 列 的第2个位置 那也就是说呢 虚拟分析表的好处 它可以多列 也可以多蓝 做 资料的分析 这一点倒是比 前面我们如果单单用函数来做 会强大许多 你会发现 他马上帮我做出像这样的效果 OK你会发现 年 每一年 101年跟102年比较 马上都出现了 有没有 他越来越多 那不过会有个问题 这个里面的资料 如果是没有 那应该 把它输入成零 才对 应该没有销量 那像这个里面的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假如这个范围里面的data 只要是空白 就帮我补个零的话 那记得 你可以从哪边 上面这边有个叫选项 点击选项 那各位可以看到 在 这个选项里面 他这边会出现什么 若为 空白 储存格 显示为空白 那其实你可以做一件事 把它输入了 零 如果你把它输入零的话 零 按个确定 这边自动帮你补零 OK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先到这边好了 细节部分 待会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就是第1个请各位先 用那个 简易的报表 里面呢 conif跟sumif 做加总 另外还有区域的部分 这个我想一样 自己再做一下 再来的话呢 利用那个 这个插入枢纽分析表 做出这样的效果 特别说 底下你可以拖拉一个 两个到列 区域到蓝 再把它加总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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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